你們如果今天真的要做這樣子的感覺 對不對 你們要進來到這樣 你要確保我的拳頭跟手肘有彎曲度 這個距離動作較有效的 你要到這個位置做點到為止 那OK 比如說如果今天這樣子 我只能指尖摸到他的臉 我OK 你至少四根手指頭要能吃得到 而且手肘是彎的 這就是OK的距離 所有的動作都是 包含踢腿 踢腿的動作我今天如果是這樣 NO 沒有用 你光是前面這半腳掌碰到目標沒有用 你要能夠把距離吃進來 至少整個腳掌碰到 甚至是迎面骨去踢到目標 包含踢頭也是 上來 你至少要確保你的後面這一段 腳踝能夠碰到目標 但是踢頭有的重點就在這 腳趾踢到都有殺傷力 因為他的威力很大 可是還是要去習慣你們的攻擊 要有深度 再來就是什麼叫決定性 決定性就是比如說 好我們今天在跟一個人對打 進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剛剛休總他就做了幾個動作嘛 他會打一打打一打之後 這樣子就停住了 這沒有決定性 因為這樣 你沒有KO對手的威力 不一定是大發 就比如說 他的穩定度 手法流暢度 跟之前筆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可是今天看到他的問題就是準確度 跟花俏的東西太多 沒有小賴多 但是你還是太多 我們什麼叫決定性 比如說好 假設今天我進攻心虹 好 講好了 我們一般以前在練 或是你們以前練過安全三下 基本就是到這樣 動作就結束了 這個是練習 你可以這樣子去走 OK 可是如果今天你在對打 你一定要很確保 就是我這個動作進來了之後 我這一下的力道 我有沒有做足 然後這一下如果我覺得不夠 我就要補像這樣的動作 我才能夠確保 我這一下的力道夠 而不是我今天在這個位置 這樣啪 這樣子就退 不行 而是如果我啪 我馬上要接下一個動作 這個軸腹腹就要進去了 你要很明確的決定我的動作 做完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不是進來 這個動作不像做完 這是一個過程 對 你要有感覺進來 身體的力道跟你要做的感覺 有一個決定 對 那啪 這一下好 道點 有信心 覺得能夠打得出力道 這個動作結束 所以如果我今天就算這樣做 我啪 也是這個感覺 而不會是 彈一下 對 也包含出手打腹部 我當然可以 你放手 喔這樣子 這叫過程 可是如果我今天動作做 我這個就是結果 這個進去的力道跟節奏很明確 給他一發 這個就是決定 他不一定是KO 可是你會發現動作很有決定性 所以你看我示範一個連續動作 比如說我今天做 假設是這樣 稍微敲到不好意思 對 然後跟我今天我的動作加入所謂的決定性 這就很明確 我的動作是很有效 很紮實的做進去 包含 我今天如果這樣做 像這樣 好 我一樣的動作我加入決定性 你就會感覺到我的力道是做得出來的 對 可是我拉得住 我控制得了 而我的動作 為什麼會給你這個感覺 一 是我該配合的都配合到 第二個是 我的關節 注意喔 你們這是你們沒有看 到時候回去看影片 關節決定你動作的決定性 我的動作如果注意我做慢 這樣 當然我不會打直 我的關節 全身的關節是這個感覺 跟我在做一個動作 關節 你不要延伸 你的動作就有決定感 你才會扎實 你才會有力道 就像 你把一個很多關節的棒子拉開 微微的折著 是不是感覺到很容易就要斷掉 可是你把它凹成都有一定的角度 你就會覺得 這個東西夠穩固 夠穩定 夠有它的堅固感 所以關節的角度 長度 會決定你動作的效果 就像 你們以前最常看的 木形小屁 注意喔 這都超細節 讓你們能夠看得到 我的手如果是 這麼彎 這個角度 看起來還是很夠力啊 可是要考慮接觸面跟位置 所以我的手這麼彎 你看我現在做的木形小臂 有多招 不是做不出來 效果不好 可是我去配合接觸面 把我的位置調對 一模一樣的動作 再注意喔 有沒有發現 光是一個手肘的關節 可以決定你整個動作的肌肉 動作量以及滲透度 所以關節也很重要 你的起來的時候 一個C級 這樣的C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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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視覺上就是不一樣的C級 那何況你真的要把力量關進去 對 對